馬法達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王老師的預言破功了 但是馬法達的預言可沒有破功 昨天我在節目上說 5月11號是年度超級幸運日 果真今天真的發生了一件 非常幸運的事情 就是在今天早上的10點42分37秒 我相信很多人都準備 搶起來的同時 結果呢 5 4 3 2 1 Boom 什麼事也沒發生 所以大家今天還是繼續加班 是不是很幸運呢 所以今天馬法達的預言 並沒有破功 妳跟王老師講的不是都一樣嗎 大家好像是重生了 妳是跟我對差的意思嗎 所以今天沒有發生地震 就是最幸運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下一位破功的老師 絕對不是馬法達 謝謝大家 好 只是為了讓自己不破功 才說出這樣的話 那其實呢 在台灣我剛剛有講過 自稱大師老師的人特別多 而且在台灣呢 只要敢出來講話 就會有人注意到你 問題這樣的行為到底對不對 對不對 你亂講的話 到底有沒有一個制裁的機制 這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 那我們再問一下這個邱宜好了 是 邱宜你這個是最會爆料的 你有時候也是爆得不是很準 不是 有時候不準的確是因為爆料的人 其實是有一點點小問題 有的人的確是受到很多壓力 所以到最後他不願意把真正 強而有力的證據交給我們 那我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民國六七零年代的時候 很多人在從事電影界 那麼有一句玩笑話說 要是有一個颱風吹下來 一塊招牌 一塊砍棒 大概可以壓到三個導演 那到了八九零年代 很多人擠破頭就是想 選市議員 選立法委員 大家都想從政 所以一塊招牌砍棒下來 大概可以壓到五個政治人物 但是到現在不一樣了 一塊招牌掉下來 你以為會砸到十個大師嗎 沒有 那些大師其實都在攝影棚裡面 怎麼砸得到 那我今天要爆料的是 爆三個老師 陸陸續續在破功 哪三個老師 第一個就是謝老師 那一個人叫謝長廷 你看 他自己講說 我選後要是沒有當選總統 他再也不從政了 結果他自己有沒有自己 給自己挖一個陷阱跳下去呢 他自己是不是破功了呢 那第二個就是 蘇貞昌 蘇老師 他也講說 他絕對不被黨內搜尋 然後不會當副手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看 最嚴重的是蔡老師 蔡英文蔡老師 他也要破功了 因為他講 告訴全台灣那些美好的事情 我覺得不會實現的 所以請各位觀眾等著看好 謝謝 好 謝謝 蔡英文蔡老師說的是 政治上面的老師會破功 到底還有沒有其他老師會破功 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超級賣客 回家 偷 手槌臂czy 過家人在家裡罵罵罵 好嗎 你經常在哪裡 你買不… 走過路過你千萬不要錯過 不要有壞名叫我超級賣客第一名 漂亮… 按照管的本來是要買一些小玩具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小玩具 我們買小玩具 大家都不愛買 我們今天先來買這本 這本什麼 買到可以說賺到 什麼東西 我愛的 現在這蚵蚵要做什麼 現在蚵蚵要做什麼 現在蚵蚵不好 什麼蚵不好 很痛 很痛不如長痛不如短痛 我跟你們說 買這本這不是 這本是要給孔子雲姐姐看 什麼 什麼 孔子雲姐姐有叫 我穿真的覺得還不夠 說真的去穿一下 拜託 以前孔子在吉祥服務的時候 都是說 咖啡 墨米 但是現在 那個是以前空姐 現在空姐也不一樣 現在空姐不或者 上海空姐也會 有精神格鬥 所以說 你說 야 叫這樣鴨抬� 這雞胸的這個空階 加雞胸的這個空階 保持雞胸的安全 還可以保護老闆的安全 防身又可以自保 所以說這一份 寄生的 一份外套賣一份九萬九 今天如果賣你們八萬八 怎麼不算打賣 賣你們七萬七怎麼不算賣 賣你們多少 賣到五十倍 賣到三十倍 賣到二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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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真的 我現在要去跟他們說 他們都給我招責 你們不要再給我招責 好啊 你們真的給我招責 賣你們這麼少 你們都賣到 你們到底是賣賣多 對啦 十倍你們如果賣 十倍 拜託 十倍你們如果賣 你們以後是怎麼要 你做什麼 這樣我看我來 你摳空燒 我看一塊小小 你摳空燒 空燒好 什麼 空燒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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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如果大家不要去 沒關係 大家來讓你們做 老闆你們來看要畫哪一項 我們拿出來畫 我們畫最好的 我們賣一條 好嗎 好 我們三隻腳踩六塊 要賣一下 阿妹 站在這裡看起來不錯 看起來不錯 站起來不錯 站起來不錯 不是站起來不錯 好 重音要注意 來 這 腳踩車 有那麼厲害 又駕駛這台腳踩車 你看看 這台腳踩車 你不能看的 頭上菜哪里 都這台腳踩車很長 這台腳踩車 就是今年春季最流行的 有做 淑女復古腳踏車 而且 這復古腳踏車 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都是 時尚 時尚 在時尚 不可能 男中心小孩 你來騎看看 我來騎看看 你騎看看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時尚 讚 讚 大 這難騎 我駕駛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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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駛駛 這台就是復古 要有復古的痕跡 來 其實這台腳踩車是什麼 這台腳踩車就是今年最流行 有做蔡蘭博 蔡蘭博今年 六十幾歲 騎這台腳踩車可以說 所以說他騎這台腳踩車 改變 他騎一個六十歲的阿伯 騎這台腳踩車超過很多少年人 所以說你只要騎這台腳踩車上去 不管你體力多差 不然他去多多 只要一杯多量 來 這台腳踩車今天來打賣 我們要換多少 我們多少就買出去 最高我們要買出去 來 一百一百幾條 一百一百幾多幾 二百二百幾多幾 三百三百幾多幾 四百四百幾多幾 四百四百幾多幾 等一下你先不要換 我告訴你 你們這兩百三百 我先問你 你們兩百怎麼出價真的要買 對啊 要買啦 你不要大 你常常都講長命話 我知道你這個人 你常常生牙齒 都在買臭豆腐的 你這個怎麼撿 你這個怎麼撿 我怎麼不在賣 你這個每天拿一隻 給我怎麼不在賣 都生牙齒的 很老闆的 真的讓你老闆的 待會兒我還知道 他如果知道我不會賣給他 好啦 你在這裡划 六千六 你這個怎麼撿 你怎麼撿 你怎麼撿 你撿六千六 我告訴你 我說我不是人家 六千六一聲 六千六兩聲 六千六聲 六聲 送送送 我會 妳的 我站起來 好 站起來 很像一個華靈 讚 怎麼撿到咪咪帽 你們這裡不可以去看嗎 我們可以了 你們這裡一些照片 看起來很漂亮 結果一些愛心就沒有 人家都照片 我們也來照 你們不可以去唢 對啊 去看他 對啦 去看他 你去看 去看 人家怎麼這樣 像這樣 現在喔 現代人真的不說 你拜託 你每天來花園 你每天就在給我插 你是怎樣 你如果過魚我真的跟你 你進身格鬥給你 喔喔 你啊 我給你 給你啊 你如果拿到這本買到 進身格鬥你就沒問題 你也要去考考